臺灣拓展外交 繼去年在歐洲國家立陶宛 以臺灣為名設立代表處之後 現在位於歐洲東南部的斯洛維尼亞 也有望與臺灣提升外交關係 斯洛維尼亞總理楊薩 接受印度國營電視台專訪 提到自己曾訪問臺灣四五次 他支持臺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也尊重臺灣民眾 對國家未來的自主決定 更透露正在與我國洽談 互設代表機構 對此外交部十八號也表達高度歡迎 還說楊薩是臺灣的好朋友 我們知道這個外交部 我們一向的強調秉持 開放還有很務實的誠懇的態度 跟全世界理念相近的夥伴 我們會積極的交往 我們跟互進行互動 尋求強化雙方實質合作 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臺灣與斯洛維尼亞去年曾共同舉辦 產業貿易交流活動 雙方也曾舉行衛生部長視訊會議 交流防疫經驗 現在這個人口兩百一十萬 擁有美麗湖光山色的歐盟國家 有望與臺灣建立更進一步的實質關係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